第九十五集 小兽的手一点点打磨 那无比认真的样子 现在星辰之泪 又回到了他的手上 因为夜晨 夜晨就是那个最后的买家 就是那个不愿意 透露姓名的先生 夏若雪抬起头 双眸对视的瞬间 尽是温柔 喜欢吗 夜晨道 喜欢 我很喜欢 非常喜欢 这是我这辈子 收到过最好的礼物 没有之一 夏若雪一口气说道 无比激动和欣喜 她感觉自己内心 好像突然被什么东西填满 整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起来 底下的人懵了 因为角度问题 大部分根本看不到锦盒里的东西 但是夏若雪说出了这句话 就注定锦盒里面的东西价值连城 关键是夏若雪无比喜欢啊 都感动哭了 到底是什么呀 我也想知道啊 夏小姐倒是给我们看一下啊 急死我了 人群炸开了锅 下一秒声音戛然而止 一切恢复沉寂 所有人眼眸瞪大 死死的盯着台上 因为舞台中央的夏若雪 竟然冲到了一个青年的面前 然后张开双手抱住了那个青年 我的天哪 他们看见了什么 夏若雪可是江南省三朵金花之一呀 不论家庭 颜值 身材还是其他方面 几乎完美 更为关键的是 夏家和秦家定了婚约了呀 你好歹是秦家那位的未婚妻 但是现在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抱住了一个男人 所有人都还没有从这莫名其妙的拥抱中 反应过来 夏若雪的下一个举动 直接让在场的每一个人 大脑空白 彻底引爆 夏若雪的红唇 竟然吻在了那个男人的脸颊之上 我靠 也沉也懵了 他认识的夏若雪 虽然有些时候不一样 但是在外人面前 绝对冷傲的如一座冰山 根本不可能当着所有人的面 做出这种事情 可眼下 这无数人眼中的冰山女神 就这么做了 无比疯狂 他余光瞄到了夏母的脸 几乎黑了 但是却没有阻止 整整五秒钟 红唇离开了夜沉的脸颊 残留着一丝淡淡的花香 谢谢你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先生 夏若雪脸蛋微红 轻轻地道 夜沉刚想说话 他的身后传来了一阵咆哮 夏若雪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说话的正是秦家的秦元强 此刻的他脸色涨红 如发怒的狮子 谁能想到 秦少的未婚妻 居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吻别人 夏若雪这是在找死吗 秦少的滔天愤怒 可不是夏家可以承受的 夏母反应过来 连忙对秦元强解释道 秦先生 事情有误会 小女只不过 秦元强进气一阵 夏母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脸色煞白 随后 她更是伸出手 指着夏若雪道 夏若雪 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 话还没说完 她的眼前一道黑影闪过 秦元强只感觉自己的脸颊 传来一股极强的紧风 她本能地抬起手想去阻挡 咔嚓一声 她的右手的骨头直接被折断 不光如此 啪 一道火辣辣的掌印 落在了她的脸颊之上 天旋地转 秦元强更是被扇到了台下 秦元强好不容易才反应过来 她刚想站起 一只大脚直接踩在了她的胸口 你应该庆幸 今天是若雪的生日 不然你已经死了 我不希望你的血脏了这别墅的任何角落 滚 说话的正是叶辰 此刻叶辰的眼眸冰冷 再也没有刚才的温柔 她最不能容忍的 就是别人侮辱她身边的人 她本想直接斩杀秦元强 但是如果真这么做 那夏若雪的生日就毁了 秦元强想要起身 却发现一股无形的微压笼罩着她 让她丝毫不能动她 她死死地盯着叶辰 威胁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秦家的人 你动我一下试试 秦家 叶辰重复道 对 现在你怕了吧 你动了我 秦家绝对不会放过你 除非你在我面前跪下 秦元强阴森森道 脸庞猙獰 但是下一秒 叶辰的声音响起 她的笑容僵硬了 秦家算什么东西 就算秦家家主来了 结果也一样 厂下所有人 仿佛心都悬在了嗓子眼上 这叶辰疯了吗 居然敢对秦家的人说这句话 秦家算什么东西 秦家自然不是东西 他可是江南省的 顶级五道家族之一啊 如果秦家家主来了 整个别墅说不定都要崩塌 一股愤怒直冲秦元强头顶 他伸出手指着叶辰道 叶辰 你死定了 死定了 叶辰冷冷一笑 一把抓住了秦元强的衣服 直接拎了起来 秦元强五道实力不弱 但是不知道为何 就是反抗不了 就在叶辰快要走到门口的时候 轻轻一抛 随后一击侧踢 直接把秦元强踢飞了 踢出门外 但是这一切还没有结束 叶辰看了一眼 吴向明吩咐道 吴向明 外面这条秦家的狗 不留活口 场上谁也没有想到 叶辰竟然会下令 让吴向明去斩杀秦元强 不留活口这四个字 就好像一根钢针 死死地定在他们的胸口 无法呼吸 关键 叶辰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的呀 他就好像毫无忌惮一般 这家伙难道不怕秦家的报复 秦家的怒火 岂是他和吴家可以承受的 所有人目光落在了吴向明的身上 他们认为 吴向明如果考虑到江南省的局势 应该不会动手 甚至还会对叶辰劝说几句 这是眼下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但是所有人都猜错了 吴向明站了起来 眸子闪烁着一丝凶光和阴狠 直接向着别墅外的秦元强而去 是 叶先生 吴向明的冰冷的杀机包裹全场 让所有人呼吸都停住了 吴向明居然真的要出手了 而且连犹豫都不犹豫 他是疯了吗 要把背后的吴家推上绝路 如果吴向明斩杀了秦元强 那秦家大怒 接下去就是秦乌两家大战呢 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两败俱伤 江南省彻底变天和洗牌了呀 谁能想到 江城的变天竟然是一个青年的命令引起的 所有人在看向那个双手负在身后的青年 对方如天神下凡 气势辟逆万千蝼蚁 就连夏母那一丝对叶臣的怨恨也荡然无存 他怎么怨恨 这种存在他有什么资格怨恨 虽然不清楚叶臣肆无忌惮的原因是什么 但是对方今天所展现的实力太匪夷所思了 他更是想到了那个半年之约 目前叶臣的经济实力可能远远不敌夏家 但对方有武道实力就行了呀 江南省的局势和规则谁来制定 还不是那些顶级的武道强者 这一刻他突然觉得夏家无比的渺小 至少现在的他已经仰望叶臣 夏若雪和叶臣在一起倒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这一切要建立在他不夭折的情况下 叶臣固然是天才 可他真的能在秦家的愤怒下活下来吗 这一点夏母持否定态度 至少现在的他只看到叶臣背后 只有乌相鸣和江南省周家而已 如果乌家涉及到了生死存亡 自然会毫不犹豫的把乌相鸣抛弃 到时候叶臣只身一人 如何面对强势的江南省秦家 华夏表面看似和平 但是背后有多么腥风血雨 普通人根本无法知道 此刻乌相鸣已经来到秦元强的面前 眼神淡漠 如看待一个死人一般 秦元强后退了一步 颤抖着声音道 乌相鸣 你不能动我 你动我就等于和秦家宣战 这件事是秦家和叶臣之间的矛盾 和你无关 我不会在秦少面前提及你的 秦元强真的慌了 他虽然是实力不错 但是在宗师榜前五百的乌相鸣面前 根本没有资格动手啊 乌相鸣要杀他轻而易举 眼下他一定要活下来 活下来才能告诉秦少一切情况 活下来才能报复那个狂妄的叶臣 活下来才能见到秦家的滔天怒火 乌相鸣就这样冷漠地看着秦元强 没有一丝动摇 突然他开口了 你不该得罪叶先生的 你们秦家也没有资格得罪叶先生 以叶先生的实力 灭不灭秦家只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 乌相鸣现在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叶臣在舞蹈台上的疯狂 一脚踏出 舞蹈台段 凝聚剑气 千里杀人 这恐怖的手段 当今华夏几个人能做到 就算有人能做到 谁能像叶臣一样轻松 秦元强听到吴相鸣的话语 毛子充斥着惊恐 他从吴相鸣的表情来看 这一切都是真的 叶臣竟然有资格灭秦家 怎么可能 他的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刚想说什么 吴相鸣一抓已经扣在了秦元强的身上 无比疼痛 但是吴相鸣并没有杀他 而是带着他向着远处掠去 叶先生说了 你的血没资格脏了夏小姐的生日宴会 十几秒钟之后 宴会上的所有人 突然听到了一声惊天惨叫 声音很远 但是却无比的清晰